过年到庙里拜拜 也能赚到轿车一辆 小金门的宝生大地庙 每年春节都会举办博杯大赛 只要参加的民众连续博杯最多 就可以开回价值约60万的汽车一辆 今年最后幸运儿是住在小金门的 五岁宏廷瑞小朋友 以连续十个博杯胜出 博杯 博杯在用力搏 不管大人或小孩 大家双手合十 向宝生大地祈求指出圣杯 而画面这位小朋友由妈妈陪同 竟连续指出十个圣杯 引起全场热烈欢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成为中 Hope for夹業 借颜色逐的 temps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っ高兴 太盼把 Оп刀 monkey 今年春节天气晴朗 吸引大小金门返金乡亲一起同游宝生大地庙 并驳悲祈愿 预赛初一 初二 吸引近五千多人前来拼手气 年初三的决赛季有六百多位乡亲一决胜负 最后幸运儿则是这位五岁孩童洪廷锐 以时圣杯赢的轿车 全家人超开心 我们昨天先拜了 昨天先拜了 有没有想说会有这么好运这样子 没有真的没有 因为是弟弟就想说他要把车子保回家 对他算是心想失串 弟弟有时候说想要把车子带回家 有哦 后车就真的去拿 对 车子大概怎么用 怎么应用这样子 就自家平常家用开 没有说要转错就这样 没有 好 首先代表内宝森大地庙 向各位乡亲在拜个园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独立 内宝森大地庙办这个宝贝活动 今年已经进入第18年 那我们的奖品总共有60个奖品 那就是轿车机车还有电冰箱电视机 包括一些电器 总共有60个奖品 有没有预计就是统计大概有多少个人来参与 那去年大概也是五千多个人次 五千多个人次 是是 那进入决赛这个人 那进入决赛有六百多个人 六百多个人 是 那我们刚刚现在很多人是不是都赶着要在截止前来宝贝这样 那今天是截赛 那因为昨天昨天晚上八点半就截止了 那我们出赛总共办了两天 出一出了对 这场博杯大赛在小金门宝生大地庙已经连续举办18年 比赛只要谁值出的圣杯最多 就可以将价值60万的汽车开回家 另外还有其他60多项财品 就连贡沽的民众也有平安米可以拿 有败有宝币 诚心来庙里上香祈福 保佑今年平安顺利更重要